控链接 好 我现在开始 把架子拿走 把架子拿走 哈喽 中午好 朋友们 感谢各位创始人们 对 今天 今天不知道 给我许愿的是个什么 好像是聊聊天 对吧 多吃点 好的 我吃过早饭吗 我其实刚刚醒吧 就是现在下午早饭吧 嗯 嗯 有粽子吗 为什么要问你有粽子吗 今天是动物节 今天是动物节 嗯 动物节安康啊 朋友们 今天 我们应该是有粽子可以吃的吧 应该是 嗯 我每天喝的奶茶真的是无糖的奶茶 最近已经没休想 最近一直特别忙 我被称为 我被称为 保里最忙的一个人 然后还有细琳 你们两个人每天失去灵魂 然后每天都是睡觉都是晕倒的 就那种断片型的睡觉 那之前我们睡觉都是那种 都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我自己要睡觉 然后现在就是在车上摆想说啊 我今天就不睡了 我在车上听听歌 听听行音的歌啊什么的 然后结果 就突然这边听着听着 一下子 到了目的地了 人就断片了 你不要怎么做睡了 然后经常化妆的时候就是 突然化着化着 然后就 而且特别好笑 就是每天早上姐姐叫们起来的时候 就感觉我们人越来越极端 就是其实前面一个月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也是睡三个小时就起来了 然后也不会那么累 然后可能最近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累了 我就睡一两个小时 然后每次姐姐叫我们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起来都是断片型的 然后有一天 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自己不知道 然后他们就是我室友告诉我的 就那个王柯 还有那个康熙跟我讲说 今天早上姐姐叫我起来 我就睁着眼睛跟姐姐说 姐姐我病了 我说要凉了 但是没有了 也没有生病了 就很奇怪 这个人 每个人都是弄脏 有一天我还是滚着下床 那个时候花花也说 我好像那种动漫人物 像那种给我可以配一个那种 都很绝望的那种跪地的那种 那个表情包 嗯 我现在跟住在一起 和可可子就住在一起了 好吃 今天要从工作今天要练习 你看他就吃天了 加油 大哥要打谁 那看什么 每天喊打喊杀 你怎么回事 马上就可以打王柔料 嗯 嗯 打齐心 那这还小心一点哦 哈哈哈哈 哎太好了 嗯 因为 我经常跟姐姐男 就是 有的时候 就是打打闹闹嘛 有的时候 鸣会打鸡眼 然后大家也可以 从平常日记上面也可以看到 我跟刘萌跟 晴晴来 三分钟去打架 然后每一次 就是 有的时候鸡眼了以后 我就说 你小心一点 你以后不要回上海 哦 你要是回上海的话 我就叫大哥打你 哈哈 对啊 就是 他经常会开玩笑 嗯 然后就 对啊 他经常也说 就是 我这么一说 然后他说 你现在现在在深圳 你现在正在城堡里面 然后说 说什么来着 疯了 我后面也不知道 要染什么颜色的头发 嗯 嗯 对我也很想搁 真的 很想他们的 嗯 我瘦了很多 还好吧 我有瘦那么多没 嗯 我是不是大家都觉得 我藏工颗发比较好看 短头发也还可以吧 我三公的时候 我短发就是妹妹头 嗯 我一直觉得 不是 我现在想想 我三公的头发 是有点 太过于 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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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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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三公那个时候 我就在想 可以再接长头发的 然后后面就又 而且这件事情是我 当时 刚报备完 那个 武化组说 我要接长头发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一些更改嘛 然后我就说 算了 我还是短发吧 对因为那种歌就很酷 所以说 我就选择了短头发 对我那天就一直还在很纠结 然后那个时候 陈燕燕也在我旁边 然后 我就一直跟你说 我在躺 长发好了 我一直三公了 我说我要改变一下形象 然后我先是去报备了一个长发 然后过去 吃了个中饭 你一直在想一想想 哎算了还在暖发吧 哦对 哦 这是打算 所以以前打算 一定要搬 搬到楼下去 跟一锦住 露额头 这个样子 短发露额头 很怪的吧 摸下来摸下来 嗯 一锦分一个口音 不知道 今天眼睛都看不太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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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盈你这想干什么 出盈你想干什么 出盈你想干什么 出盈 想看 对啊 嗯 非常 嗯 还是想打游戏 打猫子 打刺激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只想打游戏 了不起来 哦 没有吃粽子没 我连打游戏的时间都没有了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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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懒头发吗 懒头发我其实之前 没有什么懒头 在团育的时候好像 然后我去进了营以后才发现 懒头发这么开心 嗯 现在宝里还有多少人 现在宝里还有100多号人呀 吓不吓人 没有感冒 我就是当突然间想打噴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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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发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我长发呢 就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之前 我来之前我跟马老师说 马老师我要接长发 马老师说 你短发好看 对 其实我一直觉得 那个当时当年的马老师是 就是短发碰了 就是别人喜欢别人短头发 嗯 老师每个人 给我的意见都会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给我不一样的意见 只查完整 kam 요즘 tiper 卖车劲面来推掉 有人在想什么 我时候还要试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问的 当然大家只能问播过的 没有播过的内容我是不会说的 我一句话不会讲 一句话不会透露的 你怎么问我总决赛跳什么 你搞得好像我现在会跟你讲一样 最喜欢的舞台啊 我觉得是在我心目中有个排名 对前几天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 就是我最喜欢的舞台是River 然后第二个是队性 第三个是神奇 对一共就三个 就是有一个排名 对我也开始听听到对应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怎么说 就很特别 就它里面有一个低谱的那个声音就就蛮蛮特别的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一个编和不是这样子的吗 然后那段时间我们那个族的人走路都变得很奇怪 就一直在踮 听到所有歌都在踮 像打过震动一样 我记得那个时候谁跟我说那个 那个时候 哦前男跟我说 没有这个多贴那个学院室吗 要帮我投一个双马尾探夺群跳对应 我语言 变了吧 今天就最后一次学了 吧 要搞舞 这双马尾探夺群跳对应这个画面我实在都不敢想 想都不敢想这个画面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非常精彩 然后就说一个对好笑的时候 然后我跟刘梦跟圈南 我们算是乐队打架 然后就 大家彩排的时候就中场休息对灯光的时候 然后我们算是没有打成一片 所有公众都告诉你 所有公众都投诉我跟圈圈南说不要再打架了 对他们就是小学生你知道吗 小学生 他们两个人就是小学生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要来惹我 然后我那天还警告他们 我说你们最好不要逼着我 帮着学长的面对你们重拳出击 敢拼敢闯 结果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那我就这么重拳出击了 真的是重拳出击 有没有人拉架吗 就是一个人拉架了 那我们当时对星期每天拉架的就是血腰 就每天不要打架 你们不要打架 然后他们拉到后面都不想拉了 就在后面算这个算数 就是把腿包扑倒在地上以后 三二一 而且每天打架的理由都很无语 就怎么会互相说 对方 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 对星的时候那个时候头发是这样子 那种发型嘛 然后那个时候彩排的时候 发型的时候 那时候跟那天播的时候是一样的 然后那时候前来说圆 然后我就刷方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急眼了 然后就打起来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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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油都非常的清净 好 嗯 嗯 所以我想到一个方法 好像是 就 因为打架打得很招 其实我们打架的时候 都会 好像抓住对方的脖子 然后一开始其实 嗯 我跟学长有个互动的时候 我们老师那时候学长还没来 然后那时候老师跟我合动作的时候 一开始 就是 他说跟你合个动作 然后突然间把我脖子一抓 然后那个时候顿时就想到了 我跟这些男人打架的时候 那这些男人马上眼神都不对了 突然之间变得特别凶狠 他说我眼神都不对了 那个时候 对 就感觉 就基本上就是 这套动作是连在一起的 但是 但是当时是因为是老师 所以说我没有连后面动作 就是 就基本上就是 全男 捞住脖子 我其实接下来就是丑鸡散脸 对 就 没有了 其实说是打架也真的是开玩笑啊 就是也没有真的说去打对方那种 对就是可能压力太大 打不了游戏就只能互相battle 就是搞摔跤那套你知道吗 对就是那种小学生打打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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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嗯 然后至少 对就反正也就十几天了嘛 对 然后就希望总球赛 可以就是那种 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我吧 因为我立志要在 创造营的每个舞台上面 更新自己的形象 嗯 对然后马上快高考了 然后就是 祝各位有高考的朋友们 就是加油 努力 大家加油 好嘞 然后祝大家董王康 拜拜 今天直播结束了 方丈时间永远这么快 又到时候说拜拜